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发出警告 由于铁矿石价格下跌 以及中国钢铁业低迷 澳洲经济或受到严重冲凶 截至16号收盘 国际铁矿石价格已下跌至每吨81.8美元 低于联邦政府预期 相比之下 今年年初时 铁矿石价格为每吨144美元 2024年至今 价格已下跌约40% 目前铁矿石价格跌至2022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过去一周累计下跌7.5% 而此次价格暴跌与中国地产业行情走低密切相关 中国的建筑行业较长的一段时间已经是在上升的阶段 最近的几年建筑行业 比如说是住宅 商业楼宇 以及基础设施等等的话 可能会面临着一轮的这个周期性的一个调整 建造行业的这个冷却 联邦政府此前预计 到2025年第一季独末 铁矿石价格或跌至每吨60美元 这给澳洲经济或造成30亿澳元的损失 澳洲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商 FMG集团计划在2025年启动绿色金属项目 利用氢气等能源重振钢铁供应链 经济学家仍希望中国政府的刺激政策 能在年底前提振价格 SBS中文新闻杨福佳报道